其實我先簡單講一下 其實這也包括我在從去年開始做TPEG這一個課程 講到現在 那我其實有一個疑慮啦 那第一個就是說 應該這個不用介紹啦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TK、PK、CK、TPK、TCK、TCK 大家應該都知道 可是重點 國巧我們教育資訊 可是我就去問 要點AI嘛 我就去問 第一個我就先給他點個文件 這個是教育部中小學教訓是一個點名 然後這個是我國際文教育進化那個AI的那個 英文檔案 英文我看不懂沒關係 他看得懂就好了 那我就請他幫我 第一個就是說 數位工具我在做數位工具教學 因為我在做TPEG的第一個疑問就是說 CK是屬於那個學科內容知識嘛 學科知識 那我TK又要引用數位工具 那我就開始說 我的學科內容知識就是數位工具 我要用數位工具來加數位工具 那我自己就是在那邊鬼打槍 我先讓你回答起來 我在教 例如我在教Switch的時候 我算不算 我在教Switch的時候 我用電腦來教Switch 電腦基本操作的這個過程中 我到底是屬於CK還是TK 我用電腦教電腦基本操作 所以我的內容知識 電腦的基本操作 看起來我好像有做到體驗系統 可是我再去看一些聲音 就是說我的電腦工具 是要幫助我能夠讓學生學習 電腦知識能夠更好的學習 或是更方便的教學 可是我用的就是他本身 那我就在鬼打槍 然後後來幫我教授一些Squitch 那我就想說 我要怎麼用我的數位工具 來幫助學生的Squitch 那我先講到後面 就是以前 第一個改變就是以前流程譜 我們教學生用我們自己換 那後來慢慢學了 所以我後來是用K發給他 這可能就算是一種 我有用了我的PK 來幫助他的CK 這是我自己的體驗 這是我自己的體驗 這是我自己的流程 那所以後來有AI 我就開始問AI 然後他就問 我就有一些數位工具的準備 然後我可以學生 老師應該要能夠做我教學前準備 比較快 教學過程的應用 然後我可以用這些 用數位工具可以做評量 然後回饋 然後學生的部分 他可以努力操作這些 數位平台安全的使用工具 這線號這個就看一下 就是我自己就跟他在那邊問了 好 你來幫我看文件 好 那後來就是 簡單我後來這樣結論想完 也是AI幫我整理出來 就是說我覺得TK就是說 老師應該具備的數位教學技能 例如老師可能會有各種的教學軟體 形態教學平台 或者是機式回饋系統這些 那我的教學法 教學法是我過程中 我可能會用判舊式合作學習 考論法 分數都做學習之類的 有的沒有的 那學科知識 就是我想要教給學生的一些 好知識 就是說 學生應該具備的資訊科技的智能 我們就要資訊科技 所以國家 我有可能就要電腦操作 程式設計 我錄一錄 然後甚至電腦繪圖 之類等等的 然後我就把這些整理起來 整理完之後 我就簡單的用我之前 去再分享這一個 數位創造設計 第一個 我就會認為我的科技知識 我老師的部分 我要會用Loyal Note 就是我在課堂上會用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會用Loyal Note 然後我會用Payba 跟Google克思論 然後呢 我會讓學生 用很簡單的 用合作學習跟分數討論 這兩個方式來進行教學 學生就會教學過 那我的學科知識 就是說 我喜歡教學學生 穿花怎麼樣設計 那這個 之中帶了一些 印酸思維的內容在裡面 然後最後用Inscape來 背景 這是我希望我的教學裡面 然後呢 我科技 我用Loyal Note 就是去接收 跟發送 跟接收學生的作業 然後我讓學生 用天法去發表 那少寫一個啦 就是我用Google 最後主任 小朋友 用Google的主任在討論 那我的科技 我之後用iPad 讓他們去拍照 數位載具 然後我用App 就是Squatch Book 讓他們學習創建 那一開始先用 手繪的項目標籤 一開始就直接 結錄到Inscape 最後再教到Inscape 跟繪圖 然後我最後就是 應用數位工具 進行有效的 數位通道教學 然後 這部分 我也要把它 歸類於 我就跨靈語 就是這個我和 藝術老師的合作 我整個聯繫 跨語的教學 就是我這樣子的過程之中 就是這樣子去理解 從一開始 我覺得就是說 我到底TK、CK、TCK 這個部分我其實 我一開始的想法 我真的搞不清楚 我就自己在那邊不會打牆 其實其實有時候 現在也是一樣 好 那到了今年 今年的四位協力 第一做AI 那其實我們以前 剛拿到AI的時候 我們都隨便幫我問問題 我們就很淺顯的問他一些東西 可是在紀錄這個時候 我會跟課團覺得說 我們在讓他進行教案 原諒或是審視回饋 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經驗 還有自己的理論基礎 那理論基礎 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去找一些文獻 或者找一些線的文章 這樣他做出來的 會比較符合 我們可能真的可以用的 那這個就是 當初 在課程中 我就簡單用這個來做練習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用他的案例去做練習 第一個就是說 我會請他給我這些東西 然後我會給他一些文件 然後幫我做評量的基礎標準 然後接著去慢慢加 那其實這些 這個是練習 這個就是以他當初 當初他教的部分 提供的類似 句子類型 然後他去做生成的 那我就這樣去做 到最後其實就是說 好 最後我就會總結出 因為我之前教過整個 我就先用這個來練習 就是說 我想以這個檔員來做就好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想做自動交換系統 那自動交換系統 那他會給我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做完了之後 我就會說 好我要多少節課 我要怎麼做 好 再來我們起來 記得有講到這時候 好 接著我就告訴他說 我要用的是這個 這是當初他提供的 可是我想使用的工具是 Canva KLA WOX 然後我用MicroBeat 說要那個code 這就是我的經驗 我的課堂上 我要用這些 我就要很明確的告訴他 不然他可能會給一些 Arduino 或一些什麼其他東西來做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請他開始改成 就是說 我想要上課的天空 也就是說 你不要一直全部都只相信 也就是說 你不要被AI簽證的意思走 就是說AI給什麼 你就去照這樣 就是說 我在跟他討論的過程中 我會根據我之前的經驗 然後我會選擇一個適合的主題 讓他繼續去發展 然後接著 我會剛剛告訴他說 他中間也講到 自動教育 還是智慧照明 他用到什麼電子圖啊 什麼什麼東西 我剛剛說 小學生對這些還不熟 幫我把這些去掉 然後他再重新去設計課程 就是說 你要有經驗 然後你的理論基礎在的時候 也不要被AI簽證的意思走 所以 接下來就是 後面應該是沒有啦 就是後面是 好 這是我的TTAG 這兩年的歷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剛剛在試的題目 我就是怎樣拿上去 這個是等一下大家可以回答 身為 應該大家都是各縣市的著急人啊 哈哈哈哈 這樣都是著急人 每到夢夢的日子 也有機會 大家也有著急 哈哈哈哈 大家也有著急 然後 還有 感谢观看